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秦修又去找荣公子下棋了。 自秦修把人带回来以后,两人经常彻夜长谈,对我冷落了很多。 我心有不安,早就听说有些人有龙羊之好,可我是秦修的童养席啊,他说过高中会娶我的。 我手里端着一盘桂花烙,是我熬了几个大夜绣了手帕换来的,只想着秦修吃了开心些,不会再冷落我。 我这辈子是要嫁给他的,他是我的夫。 看着手里精巧的桂花烙,我深吸口气,来到秦修书房门口,正想敲门之际,却听到里面传来女子英宁娇喘之声。 我一愣,怎么会有女子的声音? 手里的桂花烙落在地上,圆滚滚地,一路撒着碎屑停在了门口,屋里的声音在盘子碎裂声中停了下来。 我回过神来,正欲开门之际,秦修打开了房门,他身着礼衣,神情冷淡,看向我的眼神厌恶至极,谁准你来的。 我推开他,没有顾及他震惊的眼神,闯进门去。 屋里女人赤裸着身子,长发披散,尽显妩媚。 此人居然是荣公子,他居然是女人。 这一刻,为了以后的安稳生活,我头一回鼓起胆子冲上前,颤抖着举起手打了下去,却被秦修抓住手腕。 他用了好大的力气,我好疼,手疼,心也疼。 荣公子见我举起手想打他,冷哼一声,大胆,你可知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他毁了我的生活,是谁又怎样。 秦修神色莫名,看了看荣公子,一把将我拉了过来,斥责我不懂事,逼迫我给荣公子道歉。 我不肯,荣公子披衣起身,薄纱净显曼妙身材,倾夺步子来到我面前。 他眼神冰冷地看着我,见臂,竟敢对本公主动手。 此话一出,秦修茫然片刻,然后跪在地上,向他请罪。 原来荣公子是公主,怪不得举手投足,如此金贵。 秦修茫我还愣愣地站在一边,拽了拽我的衣袖斥责,还不给公主行礼。 我跪在地上,心里空空的。 她那么高贵地站在我面前,我知道我输了,这些年的真心终究是错付了。 安宁公主在京中已有名声,嚣张跋扈,偏好仰面手。 当今圣上,只有这一个公主,自是千娇百宠,这也纵得安宁公主格外胆大。 她不在乎什么女子清白,公主府里的面手就有百数。 秦修虽家事不好,但人却仪表堂堂。 如今公主看上了秦修,自不会善罢甘休,而我在她们之间就有些碍眼了。 于是公主坐在椅子上,处着下巴。 娇俏地眨了眨眼睛,看着秦修说,宫里的教方司最善调教,不如把月姑娘送进去调教一番。 教方司,那是什么地方?公主看着我不解的样子,好心解释,教方司啊,那里出来的女子可是最得男人喜爱呢。 此话一出,现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磕头认罪,公主饶命,求求你,我错了。 他慢悠悠地喝着茶,我头磕破了,他也没有动摇。 我转身跪在秦修面前,低声下气地求他,求求你,不要让公主把我送到那个地方。 我会离开这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是你的童养媳,不,不,我们没有关系。 秦修跪在公主身边,轻柔地给他捶腿,头也不抬地说道,公主怎么会听我的话。 你如此粗鄙不堪,不懂礼数。 浅愿,你确实该去调教一番,那里会让你更加懂事。 我哪里不懂事? 我只不过是撞到了你们的奸情而已。 公主身边的小丝不顾我的求饶,把我打晕过去。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待在陌生的地方,房屋破败,窗久半宿,墙角的珠网随风飘摇。 就在我观察的时候,走进来一个嬷嬷,手拿皮鞭,二话不说。 披头盖脸地抽了起来,我疼得四处闪躲,可怎么也躲不过那如影随形的鞭子。 不要,不要打了。 那嬷嬷一边打一边骂我,就凭你这小剑蹄子,也敢和公主抢人,打不死你。 不,我没有,我放弃了。 可她得了公主的吩咐,又怎么会对我手下留情。 鞭打过后,她扔给我一件衣不蔽体的衣服,让我穿上。 那衣服只有几缕不条,根本不能穿。 还没说出拒绝的话,鞭影袭来,好疼。 在这里,我只能学那些勾引男人的手段,若是不从,就会被鞭打, 甚至进食,饿得抓心脑干的感觉真的难受,恨不得把自己的肉吃了。 为了避免伤到这身皮肉,嬷嬷们折磨人的手段层出不穷, 被针扎,施以刺刑,小小的针眼既不会伤皮肉,又会让人受尽折磨。 我受尽了苦楚,才让自己变得听话。 我怎么也想不到秦修如此狠心。 我自小便被亲生父母卖给秦家,作为秦修的童养媳。 秦修对我极好,我被婆母打骂的时候,秦修把我拦在身后, 他说,秦修寄进了秦家,就是我秦修的妻,母亲何故为难秦修。 那时候的我年纪还小,却也知道童养媳是什么意思。 秦修身形高挑,如松如竹,那时的我满心欢喜, 以后能嫁得如此如意郎君。 后来,婆母因病去世,秦修颓废了一段时间, 我安慰她还有我在,我会永远陪着她。 她这才打起精神,重新拿起书本。 可是家里没有进账,如何能支撑得起秦修的费用? 我白天上山采药,夜里挑灯刺绣,堪堪维持生计。 秦修感动地把我抱在怀里, 她说,浅月,谢谢你,秦修此生必不负你。 可如今,秦修,你可对得起我。 我自知不能坐以待毙,我怎么能永远待在这里, 最后被随便送给陌生的男人呢? 每次被折磨的时候,我都恨极了, 恨秦修的无情无义,恨公主的无法无天, 我又该如何报仇? 就在我茫然之时,我得到了机会。 当今天子而立之年,至今只有公主一个女儿。 身为天子,整日被大臣逼着过继子嗣, 本就烦恼,唯一的女儿还如此顽劣不堪。 每次皇上烦心的时候,就爱一个人跑到明镜台, 那里是整个皇宫最安静的地方, 谁也不知道皇上会去那个地方。 我还是无意中去给嬷嬷宋家书的时候遇到。 若不是她一口一个阵的自称,我还不确定她是皇帝。 那时,我心里就有了逃离的念头。 我偷了嬷嬷不常戴的首饰, 贿赂外出采买的小太监买来了安神药和助兴之药。 这次只能成功,失败就是死路一条。 我把安神药下在了嬷嬷喝的茶里, 为自己争取时间。 昏暗的明镜台,皇上喝了酒, 醉倒在软榻上。 我不怕被诛酒足, 若是可以,我八步的, 那样勤修也别想逃了。 可若是能活着, 谁愿意去死? 我托人买的是最猛烈的春药, 皇上情难自意, 抱住我一夜翻轮捣缝。 他一乱情迷, 眼神迷蒙地抱着我, 春药的功效太厉害了, 我被他捉弄得骨架都要散了。 我丢下破旧的荷包, 急匆匆离去。 身上疼得厉害, 本就备受折磨的身子, 又被翻来覆去地蹂躏一番。 我堪堪坚持到住处, 顾步地严厉地摸摸有没有醒来, 躺下就睡。 我不确定一次能不能怀上身孕, 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再次醒来, 是被摩摩用针扎醒的, 他面目猙獰地看着我, 怒骂, 你这小贱人,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簪子? 要不是我经个翻了翻还不知道, 原来是招了贼了。 你这小蹄子, 还知道偷我不常用的, 我扎死你个贱人。 我翻滚着躲避嬷嬷嬷的针。 可真疼啊, 怎么也躲不过。 嬷嬷, 我错了, 我想办法还你, 等我出去了。 嬷嬷厉声呵斥, 你进了这乌泥般的地方, 还想着出去。 别做梦了, 公主可吩咐了, 要奴婢好好调教你。 嬷嬷扎累了, 坐在榻上喘着粗气, 你可真胆大, 竟然敢和公主抢男人, 咱们公主金尊玉贵的, 要什么没有? 我蜷缩在床脚, 身上密密麻麻的疼痛, 让我神情有些恍惚, 我还有出头之日吗? 事后, 我没有主动找皇上, 就让那天的事如意外一般。 腰再软些, 屁股再翘些, 啪! 嬷嬷拿着鞭子打了上来, 你怎么回事, 还想吃鞭子不成? 我腰酸背痛, 根本站不稳, 身子哆嗦着, 强忍着没有倒下去。 我仔细地护着肚子, 才没有让鞭子打到。 越是推迟了两个月, 也算是运气好了, 我确信自己应该是怀上了。 可赵嬷嬷是公主的人, 她看得我很紧, 该怎么才能让皇上知道 我有了身孕呢? 我主动找上了和赵嬷嬷不合的李嬷嬷。 李嬷嬷斜躺在榻上闭目养神, 你就这么确定我会帮你。 我走上前俯身低头, 嬷嬷,只要你帮我, 我许你荣华富贵。 李嬷嬷睁开眼打量我, 显然是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口气。 我抓住嬷嬷的手, 抚摸着我的肚皮, 虽然肚子看不出来, 但还是能摸到硬硬的一个小包。 嬷嬷是生养过的人, 他自然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而整个皇宫里, 有能力让我有身孕的只有那一位, 高高在上的皇帝。 此刻嬷嬷不淡定了, 他起身仔细地摸了摸我的肚皮, 喜笑颜开。 你是个有福气的, 往后就等着享福吧。 我知道嬷嬷打算帮我了。 果然, 第三天, 船指的太监倒了。 宫里除了皇后和贤妃之外, 并没有别的妃嫔。 皇后娘娘早些年和皇上四处征战, 伤了身子, 只生下公主, 就再也怀不上了。 贤妃是皇后身边的丫鬟出身, 皇后娘娘还是王妃时, 因有孕不能伺候夫君, 这才让自己的贴身丫鬟 伺候当时还是王爷的皇上。 不过贤妃小产之后, 也伤了身子, 这才导致皇上至今没有皇子。 我被封为岳品, 赐居长春宫。 当晚皇上下朝后, 就来了长春宫。 我有些慌张, 虽说自己有了身孕, 可当初到底是算计了皇上。 皇上进来之后, 静止走了进去, 丝毫没理会跪在地上的我。 我忐忑地转动身子, 乖顺地跪在地上, 只觉得上方沉沉的目光, 压迫感十足。 皇上正直壮严, 如今这太平盛世 是皇上一刀一枪夺回来的, 我只觉得自己的小心思 在皇上面前无所遁形。 臣妾有罪, 那日醉了些酒, 胆大妄为, 请皇上责罚。 说话间, 我悄悄抬头想看一眼, 却见皇上按着眸光打量着我, 不禁有些害怕, 连忙低下了头。 凉酒, 皇上沉声道, 起来吧, 你有着身孕, 地上凉。 我连忙换了一副娇羞的样子抬手, 皇上一愣, 还是伸手把我拽了起来。 在教方司, 学得最多的是如何伺候男人, 虽说皇上年纪不小了, 可身边只有皇后和贤妃两个女人。 皇后是将门狐女, 性格刚烈, 贤妃又是在皇后身边伺候, 看皇后脸色过日子的, 他们又如何设下面子讨好皇上。 或许是想起了我如何卖力忙活的那一夜, 皇上看我的眼神柔和了些许。 皇后最不喜那些繁文入节, 你如今又有着身孕, 不必去请安。 我乖顺点头, 只是悄悄抬眼看着皇上, 面露娇羞之色, 皇上可在臣妾处用善。 皇上闻言, 脸色变得难看些许, 今日是十五, 朕去皇后宫里, 我连忙请罪。 臣妾不懂礼数, 请皇上责罚。 皇上叹了口气, 不知者无罪, 你只管好好养胎即可。 我的身份, 我是如何进教方司的, 又是如何有了身孕的。 这一切, 身为皇帝, 不可能不调查清楚, 所以身为农女, 即使被调教了几个月, 不懂此等宫中事, 才合护常理。 皇上急切地需要一个皇子, 才好堵住那些 动了过继宗室之人的心思, 所以我这长春宫 被层层叠叠地围满了侍卫, 我只安心养胎即可。 我这边风平浪静, 肚子里的孩子四个月了, 中间虽然发生过几次意外, 但好在有惊无险。 而公主那边终于完够了, 动了回宫的心思。 秦修有嘴滑舌, 把公主哄得很是开心。 她是不愿意读书的, 那时是我督促她才 堪堪考中秀才, 如今没了我在身边, 能成为驸马, 秦修高兴还来不及。 所以, 她也跟着公主回来了。 我突然有些期待, 期待秦修见到我时, 是何等震惊。 皇后因我有了身孕, 对皇上很是不满, 他们两个可能是闹了矛盾, 这段时间, 皇上总是来我这里, 也不怎么说话, 只是喝喝茶, 吃些我亲手做的点心。 你有着身孕, 这些让工人做就好了。 皇上看着忙碌不停的我, 笑道, 我摇摇头 坐在皇上旁边, 满脸笑意地看着她, 语气娇羞, 臣妾不累, 为皇上做这些心甘情愿。 这话取悦了和皇后 稚气的皇上, 她把我揽在怀里, 问道, 可觉得无聊。 我依偎在她怀里, 摇头, 臣妾每日盼着皇上来, 而皇上日日都来, 怎么会觉得无聊。 她摸了摸我骨包的肚皮, 声音带着笑意, 这孩子很乖, 和你一样。 我侧着脸, 发丝随着微风轻浮,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臣妾在老家的时候就听说, 皇上是大英雄, 那时的臣妾就对您仰慕多年, 如今臣妾能陪在皇上身边, 是天大的福分。 皇上眼中笑意更甚。 说起来, 臣妾还要感谢公主殿下, 若不是她, 臣妾无论如何 也来不到皇上身边。 她脸色闪过一丝惊讶, 可看我格外真诚, 一脸崇拜地看着她的样子, 叹息一声, 你真这么想? 皇上是有些头疼的, 他这个女儿嚣张跋扈, 每次她想管, 皇后总和她闹, 说什么孩子如此淘气, 可不只是她的原因, 气得她也没心思管了, 却不想公主越来越过分。 我点了点头, 靠在她怀里, 若不是此等阴差阳错, 臣妾又怎么能和皇上在一起? 臣妾自然对公主充满感激, 我摸了摸肚皮, 语气骄傲, 臣妾小的时候, 遇到一算命的, 那人说臣妾是个有福之人, 如今臣妾才发现, 他真的没算错, 遇到皇上, 臣妾怎么不算有福气呢? 皇后强势, 坠绪一般的皇帝 被我这一通马屁拍得乐不可知, 抱着我急切地亲了几口, 月儿真是让朕欢喜, 待你生下皇儿, 朕册封你为妃。 我只是笑着, 轻声道, 只要能陪在皇上身边, 臣妾不在乎名分。 皇上把我保护得很好, 即使皇后不想让我生下这个孩子, 也没有办法。 眼见我越愤越来越大, 皇上悄悄问过, 可能是个皇子, 皇上高兴极了。 可此事到底被皇后知道了, 他怎么能容忍太子, 不是他腹中所出呢? 再加上皇上对他日渐冷淡, 皇后彻底坐不住了。 他闯到长春宫, 被侍卫拦在门外。 皇后变了脸色, 长鞭一甩, 把小侍卫的脸抽烂了, 鲜血淋漓。 他怒声喝道, 混账东西, 竟敢拦本宫。 围在长春宫外的小太监, 侍卫呼啦啦跪了一地, 求皇后息怒。 我捂着肚子, 急得团团转。 穷之, 你还记得西苑墙 那的狗洞吗? 去找皇上, 那是我无意中发现的。 本打算找时机修补。 穷之红着眼点点头, 他自是不放心我, 可也知道 只有皇上能治得了皇后。 长春宫外, 横七竖八地躺着侍卫, 太监, 皇后娘娘早些年纵横疆场, 自是武艺不凡, 这些人他盛怒之下 哪里放在眼里。 皇后沉着脸缓缓走进来, 看着有着茂密竹林 和满园荷花的长春宫, 脸色更是难看。 我上前恭敬行礼, 却被他伸手狠狠捏住下巴, 语气很利, 怪不得皇上看得这么严, 如此美人, 确实让人喜欢。 只是你着实大胆, 居然敢和本宫抢皇上, 死不足惜。 话说完, 他甩开手, 接过身后宫女递过来的手帕, 细细擦拭着不算白嫩的双手, 脸上尽是贤雾之色。 我低着头, 掩饰嘴角的冷笑, 若不是你的宝贝女儿, 我又如何能尽得来这后宫?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 臣妾何德何能, 有福气和娘娘共事一夫。 臣妾惶恐, 啪的一声, 清脆的耳光打在我的脸上, 皇后冷笑, 贱人, 你这是在和本宫炫耀。 听闻你主动勾引皇上, 简直可恨, 为了向上爬, 不择手段。 来人, 月嫔对本宫不敬, 给本宫打。 身后太监快步上前, 押住我就要动手。 我拼命挣扎, 却怎么也挣脱不得。 皇后娘娘, 臣妾怀有身孕, 您就不怕皇上责罚吗? 皇后冷哼一声, 本宫和皇上青梅竹马, 且是皇上名正言顺的皇后, 你觉得本宫会怕? 若今日龙胎果真保不住, 那也是你这贱人 自己没本事, 罪该万死。 说吧, 他一挥手, 就要指使太监动手。 我小心翼翼地捂着肚子, 生怕他们伤害到我腹中骨肉。 挣扎间, 动作激烈了些, 发丝凌乱, 衣衫不整, 可这时的我, 却顾步得许多, 只一心护着腹中骨肉。 柔弱的身子不住地颤抖, 苍白的脸上泪水连连。 这是急匆匆赶来的皇帝眼中的我, 对比站在旁边盛气凌人的皇后, 怎一个惨自了得。 助手。 在小太监手里的棍棒就要落下的时候, 皇上匆忙赶来。 皇后罕见地慌张起来, 毕竟我可怀有身孕, 若是在皇上来之前把我打死, 他自有办法脱罪, 可如今我可没死。 我跪在地上捂着肚子轻声呼痛, 皇上愤怒至极, 一脚踢向旁边的太监, 怒吓, 还不快请太医。 说话间, 他把我抱起, 就要走进殿内。 皇后见皇上并不理睬他, 上前拦住皇上, 目光伶俐, 皇上, 清天白日。 众目睽睽之下, 皇上和月嫔如此亲密, 会让臣妾觉得, 一直以来崇拜的夫君是如此不体面之人。 皇上震惊地看着皇后, 眼睛瞪得老大, 语气烦躁, 皇后, 你看不到月嫔肚子疼。 让开, 若是月嫔肚子里的龙胎, 有什么事, 你如何担待? 皇后依旧站在面前挡着路, 耿着脖子, 皇上, 你今日就为了这个贱人, 如此打臣妾的脸吗? 皇上看着如此不懂事的皇后, 紧紧地闭了闭眼, 重重地呼了口气, 实在忍不了了, 抬脚向皇后踹去, 来人, 把皇后带下去, 禁足。 皇后不设防之下, 被皇上一脚踹翻, 整个人躺在地上, 久久回不过神来。 她和皇上青梅竹马, 城墙马上, 两人曾经睡过一个营帐, 情意非同寻常。 可如今为了一个女子, 皇上如此对她, 这让皇后心里接受不了, 所以她狠狠地瞪了皇上一眼, 怒气冲冲地爬起来, 自己进了昆宁宫禁足。 经由太医枕脉, 我没什么事, 只是受了些惊吓, 仔细休养即可, 这也让皇上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 我知道, 只要孩子没事, 我怎样都是无所谓的, 这老东西对我是没有多少感情的。 本以为皇后是最大的阻碍, 可没想到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事后, 我花了银子向在宫里的老人打听道, 皇上和皇后的青梅竹马是有些水分的。 当年皇上还是王爷的时候, 先皇下旨选妃, 本主义赵家的嫡女为妃, 可不知皇后用了什么手段, 让皇上改了主意, 执意要娶当时只是四品官员庶女的皇后。 为此, 先皇大怒。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战场之上, 皇后救过皇上的命。 即便皇后无子, 且明目张胆地让贤妃小产, 皇上也只当不知道, 这也是皇后敢如此对怀有龙胎的我出手的原因。 我缓缓放下手里的点心, 没想到皇上如此重情义。 剩下天礼, 难得多云, 暑气散了些许, 穷之陪着我逛御花园, 身后跟着数十名太监护卫我的安全。 虽说皇后和皇上闹别扭, 赌气不出来, 可这个孩子实在宝贵, 皇上不敢大意。 御花园里, 远远的, 一个身形瘦弱的美人缓缓走来, 被太监、丫鬟适时拦了下来。 贤妃笑着看了我一眼, 微微俯身, 月皮妹妹, 不知可否和妹妹说说话。 我自是知道, 贤妃早在此等候多时。 姐姐客气了, 有何不可? 我平退身边的侍女, 太监, 只留穷之一人, 贤妃上前, 二话不说, 静止跪了下去。 我连忙闪到一边, 姐姐位分高, 妹妹怎感受姐姐如此大理? 贤妃为雨泪先流, 擦了擦枯花的面容, 雨带恳求, 月皮妹妹, 我知道如今你罪得皇上爱重, 求妹妹帮我。 我亲手扶起贤妃, 安慰道, 姐姐, 你有何难处直说就是, 若是妹妹当真能帮得上忙, 自然不会坐视不管的。 闻言, 贤妃默然变了脸色, 语气恨恨, 当年, 本宫小产, 是皇后亲手灌下的落胎药。 贤妃此话一出, 我故作震惊, 用手帕捂住嘴, 左看右看, 这才松了口气, 姐姐, 此话不可乱说。 贤妃哭红了眼, 当年, 本宫只是皇后身边的丫鬟, 皇后怀有公主的时候, 让本宫去伺候皇上。 丫鬟嘛, 自然是主子怎么说就怎么做了。 我也没想到, 我会那么快有了身孕, 有了身孕, 自然更有盼头。 我只觉得满心欢喜, 迫不及待地向皇后说, 可谁知。 皇后倒是笑得很开心, 却吩咐丫鬟按住我, 亲手把烙子汤灌进我嘴里, 我怎么挣扎都挣不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腹中孩儿离我而去。 事后, 皇后只是说我不小心摔倒, 皇上爱重皇后, 自然相信她。 贤妃握着我的手, 面带恳求。 可如今不同了, 月嫔妹妹最得皇上喜欢, 且皇后和你第一次起冲突就被禁足。 我看得出来, 皇上是喜欢妹妹的, 我只想为我那可怜的孩子报仇。 月嫔妹妹, 你可以帮我吗? 贤妃化落, 就见我义愤填膺地说道, 姐姐, 真没想到皇后娘娘居然是这样的人。 姐姐别怕, 如今妹妹, 我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 自是要为姐姐做主。 贤妃见我毫不犹豫地同意, 喜笑颜开, 妹妹, 你真是太善良了, 老天一定会保佑妹妹的。 虽说贤妃小产这事, 大家都知道, 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若是摆到明面处, 我看着笑得开心的贤妃也笑了。 皇后, 贤妃都觉得我是小地方的人, 没脑子, 殊不知, 我也在利用他们罢了。 贤妃在我和皇后发生冲突, 且皇后落了下风后才敢和我合作。 我自然也要用贤妃小产这事给皇后致命一击, 只能说各有目的罢了, 如今的我再也不是那个天真善良的农女了。 安宁公主带着一男子进京, 她自来嚣张, 此事让皇上头疼得紧。 晚晒时分, 皇上见我爱吃桌上的一盘骏子, 笑道, 你近几日没有胃口, 鲜少见你喜欢什么, 既然爱吃, 叫御膳房多做些。 我放下汤勺。 叹了口气, 臣妃喜欢吃是因为这君子的味道像极了家乡山上的君子, 这才多时了些。 还记得那时, 臣妃是秦家。 此话一出, 皇上漠然变了脸色, 我连忙跪下请罪, 臣妾失言, 请皇上责罚。 皇上把我扶起, 语气冷漠, 既然知道失言, 就想想以后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皇上生气地走了, 我知道他不只是因为 我是秦修的童养席而生气, 更让他生气的是, 公主执意要秦修做他的驸马, 公主即使嚣张跋扈, 可也是他疼宠多年的。 最重要的是, 公主有了身孕, 这才是最难办的。 隔日, 公主进宫向皇后请安, 这才知道皇后被禁足, 宫里出了个受尽宠爱的月嫔娘娘。 公主怒气冲冲地要来看看 蛊惑了他父皇的月嫔是个什么货色。 我和公主狭路相逢, 正走了个碰头。 好啊, 原来是你这件人, 真有本事, 竟然从教方司活着出来了。 安宁公主眼神似刀, 恨不得挖了我。 我轻笑, 托公主的福, 臣妾好着呢。 安宁见我如此挑衅, 以他那火爆脾气, 如何受得住? 自然是要上来打我了。 我假装闪躲, 却趁安宁不备伴了他一下, 旁边就是碧波池。 毫不意外, 安宁落了水。 旁边的宫女太监慌乱一片,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 我连忙跳下去, 游到安宁旁边。 他不会水, 使劲挣扎, 我连忙抓住他, 趁此机会, 狠狠地凝了一把安宁的大腿根。 他痴痛之下, 更是挣扎, 我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人拖到岸边。 眼看远处匆匆而来的明黄色身影后, 我放心地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皇上在身边陪着, 语气轻柔, 你也太胆大了, 怎么能下水救人呢? 万一伤了怎么办? 我虚弱一笑, 臣妾自小生活在乡下, 会游泳, 臣妾没想那么多, 只想着救人。 如此赤诚, 即便是对于害了自己的人都能不计前嫌的施救, 更何况还有着身孕, 在宫里尔虞我诈, 哪还有像我这么傻的人? 所以, 皇上心疼了, 安宁实在不像话, 你有身孕, 且是他的长辈, 他居然敢打你。 再不管数, 他快要上天了。 随后, 皇上下令, 公主禁足, 不许进宫, 直至我生下孩子。 公主府里, 公主被禁足, 怒急之下, 小惨了。 安宁公主本就性格暴力, 为此天天打骂秦修, 甚至动不动就让他下跪。 皇后娘娘心高气傲, 只等着皇上去哄他, 结果, 这一等, 就是五个月。 我生下一名皇子, 皇上很是高兴。 此消息一出, 皇后坐不住了, 让人给皇上送了一副破烂铠甲, 这是他当初就像皇帝时穿的。 皇上看着那副铠甲 陷入沉思, 我暗想不妙, 有些事得紧快了。 生下皇上唯一的皇子后, 宫里捧高踩低的人不少, 我们母子自然过得不错。 快到皇子满月宴时, 皇上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知道皇后在跋扈, 也对皇上有救命之恩, 如今也只是拉不下脸来。 善解仁义的我, 自然要主动开口, 皇上, 皇后娘娘是嫡母, 皇儿满月宴, 皇后娘娘身为国母, 再被禁足实在不妥。 老家伙瞪眼, 朕就这么原谅了皇后吗? 我暗自翻了个白眼, 随后看着皇上温柔地笑道, 皇后娘娘和皇上夫妻情深, 且娘娘心高气傲, 自然容不下臣妾, 臣妾理解皇后, 就像臣妾爱慕着皇上一样, 心里总是不安的。 我眼含泪水, 微微低头, 露出娇好的侧脸, 只是臣妾身份低微, 如今能侍奉在皇上身边, 就已经是实事行善积德修来的福气了。 善解仁义又格外乖巧, 磨磨教的方法, 被我悉数用在了皇上身上, 事实证明, 即使是皇上又如何, 只要是男人就逃不了温柔香。 皇上拦我入怀, 疼惜道, 你如此懂事明理, 让朕如何不心疼。 我乖巧地依偎在她怀里, 漫不经心地说道, 不仅皇后娘娘要来, 公主殿下更应该要来, 见面三分情, 皇儿是公主的亲弟弟, 血缘亲情是割舍不掉的, 这也是培养感情的好机会。 皇上欣慰地抚摸着我的脸, 随后吩咐了下去, 我安静地窝在她的怀里, 掩饰冷了的脸色, 不说落到此等静地失败公主所赐, 如今我皇儿出生, 和皇后、公主 势必是一场恶战, 我不是心慈手软之人, 否则当初也不会孤注一掷 给皇帝下药。 满月宴开始后, 皇后姗姗来迟, 见到皇上, 眼泪瞬间从眼窝涌出, 随后拔脸一舞, 声音哀怨, 臣妾憔悴, 修见天眼。 皇上见此, 立刻想到, 以往意气风发的皇后, 何时如此憔悴过, 心瞬间揪起。 她从高座上走下, 亲手扶起皇后, 带到身边坐下, 皇后一往息, 泪连连, 皇上轻声细语哄着, 眼见这一幕, 底下的安宁公主得意洋洋。 我抬眼看了地后一眼, 略带几分自嘲地笑了笑, 看向台下公主身边,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秦修, 双眼含泪, 有些泛红, 却始终没有落泪, 似不甘。 似绝望, 秦修初见我时, 自然惊讶万分, 可自来到京城, 在安宁公主处受尽搓磨, 如今见我登高位, 小心思又活络起来。 我微微俯身, 打断地后之间的夫妻情深, 强忍着泪水, 笑道, 皇上, 皇后娘娘, 臣妾去把皇儿抱出来。 皇后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皇上笑着点头, 临出门前, 我看了看秦修, 这一眼, 不舍, 委屈, 难过, 看得他悄悄跟了过来。 殿外走廊天僻处, 秦修拉住我, 浅月, 你怎么会在宫里, 还成了皇上的妃子。 我看着他, 也不说话, 就处在他面前, 只是泛红的眼角落下泪水, 神情满是委屈, 悲伤。 他四处看了看, 见没人在意, 语气急了些,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快说呀。 虽说皇儿是皇上唯一的皇子, 日后弱不出意外就。 秦大哥也看到了, 即使我生了孩儿, 却依旧不受宠爱, 皇后娘娘和皇上夫妻情深, 公主殿下又不喜欢我, 我和孩儿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过。 我告诉他, 我是被醉酒的皇帝强行站了身子, 我是不愿意的, 我是他的同养媳, 无论他如何对我, 我都不会背叛他。 若是以前, 或许他并不相信, 可如今, 他在公主那里不受宠爱。 甚至安宁在我这里受的气 都要撒到秦修的身上, 他迫切地想摆脱安宁, 而对他上有感情的我 就是他最好的选择。 我的脸色有些苍白, 今日皇儿满月宴, 我本就长得漂亮, 此时一席繁复工装, 妆容精致, 又露出让人格外怜爱的悲伤。 在秦修衍里, 和以前灰头土脸的我相比, 现在的我实在反差极大, 如今我又是极其信任他的样子。 月儿, 你受苦了,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 他感动得双眼泛红, 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听到穷枝的咳嗽声, 以及凌乱的脚步声, 我漠然变了脸色, 一根一根地把他手指掰开, 语气冷漠, 来人, 驸马爷轻薄本宫, 怕是活够了。 他震惊地看着我, 以及身后赶来的带刀侍卫, 声音颤抖, 潜月, 这是干什么? 我轻蔑一笑, 哦, 不对, 你还不算驸马呢, 如今只不过是安宁公主的男宠罢了, 不知公主知道你如此水性洋花, 又该如何生气呢? 秦修忽然觉得后背发凉, 转头看去, 安宁公主气势汹汹地走来, 二话不说, 剔头盖脸地打了他一巴掌, 耳边嗡嗡声不断, 细看之下, 打着白子的双腿之间居然潮湿一片, 我不禁有些嫌恶, 我当初怎么会死心塌地, 累死累活地供这个草包读书? 安宁公主气得跳脚, 好啊, 你这个贱人, 居然背着本公主会老情人, 即使不喜欢秦修, 安宁公主也不允许她的男宠心里有别人, 不止秦修, 公主府里的男人失宠后的下场都格外凄惨, 安宁抬起下巴吩咐道, 去, 请父皇母后, 让父皇看看她的爱妃是怎么和男人优惠的, 我挑眉一笑, 没有说话, 只是感叹自己居然被这蠢货 送进教方司, 受尽苦楚, 今日是皇子的满月宴, 一个男宠是上不了台面的, 而秦修能跟着安宁进宫, 无非就是引诱我而已, 公主以秦修害我, 那我就将计就计, 皇上果然沉着脸过来了, 皇后跟在身后, 脸色也不好, 安宁凑上钱, 刚想说话, 就被皇上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混账东西, 以往你如何嚣张, 朕不管你, 可如今是你皇帝的满月宴, 你竟然闹出如此荒唐的事, 皇后见女儿被打, 心疼地红了眼眶, 吏声喝道, 皇上, 安宁再不好, 那也是你的女儿啊, 你怎么如此狠心, 不远处一众大臣见地后, 又闹了起来, 纷纷低下了头, 皇上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双眼瞪得老大, 看着皇后, 你, 你, 安宁如此跋扈, 都是你惯的, 慈母多败儿啊, 皇后微微嘟嘴, 眼神很辣, 皇上的意思是, 安宁变成今日模样, 只是臣妾的过失, 皇上身为父亲, 就一点过错没有, 皇上被气得差点翻白眼, 身子恍惚了几下, 我连忙上前扶住, 轻抚他的胸口, 以免这么大年纪被气晕过去, 这还没完事呢, 混账, 混账, 安宁双眼含泪, 看着我历生指责, 都是你, 若是没有你, 父皇和母后怎会如此, 说吧, 愤怒的他夺过身后侍卫的刀, 就砍了上来, 电光石火之间, 我身搅拌了皇上一下, 迅速扑在他身前, 硬生生被砍到了手臂, 真疼啊, 皇上, 小心, 坚持说完这句话, 看着抱着我紧张万分的皇上, 我放心地晕了过去, 皇上如此重情, 如今我舍命相救, 不知能不能抵消 皇后十八年前的相救之恩, 再次醒来的时候, 穷枝正趴在我耳边哭, 我抬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安慰道, 别哭了, 我醒了, 穷枝是和我一起从教方司出来的, 当初只有他对我好, 那时候我能如此顺利地把皇上迷住, 穷枝帮了不少忙, 所以在我成为岳瓶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穷枝捞出来做我身边的大宫女, 穷枝瞪着圆圆的眼睛, 惊喜万分, 娘娘, 你终于醒了, 你都睡了两天了, 穷枝扶我坐了起来,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浑身无力, 肩膀处的刀伤, 疼得我忍不住呲牙咧嘴, 后面怎么样了, 穷枝搬了把椅子坐在我面前, 讲得唾沫横飞, 娘娘, 你晕早了, 错过了一场大戏, 你救了皇上之后, 安宁公主被赶出了宫外, 皇上说了, 此生不许出公主府, 贤妃突然指证当初她小产是皇后亲自喂的落胎药, 皇上盛怒之下, 把皇后赶进了冷宫, 我接过穷枝递过来的水喝了一口, 顿时舒服了许多, 皇后闹到如此地步不意外, 毕竟满月燕那日, 一众朝臣都在, 作为皇上, 更要给贤妃一个交代, 且公主当着大臣的面, 把皇上的脸面踩在脚下, 我和秦修是否真的有什么不要紧, 要紧的是皇上的脸面, 那秦修如何? 穷枝撇了撇嘴, 安宁公主应该是真的喜欢那个秦修, 求皇上饶了她, 带回公主府了, 我忍不住笑了, 哪里是喜欢, 分明是带回去泄恨的, 秦修不是喜欢公主身边的荣华富贵吗? 如今也算得偿所愿了, 只是不知她能忍到何时, 这场闹剧终究是结束了, 只是可怜了我儿的满月宴, 皇上来看了我几次, 因那日公主的话, 她心里终究是有了疙瘩, 可我救了她也是真的, 所以皇上给我封了贵妃之位, 对我却冷淡了些许, 没了皇后压在头上, 春红柳绿, 英歌厌舞, 正值方陵的美人一个接一个, 不过这些美人无一例外, 都怀不上孩子, 无她, 只是我皇儿渐渐大了, 被封为太子, 我不允许再有孩子抢我儿的皇位, 或许是在教方司处的经历, 让我知道, 这事到, 女子本就处于弱势, 我不忍心伤害这些女人的身子, 所以只好, 让皇上受些委屈了, 这些年, 贤妃指证了皇后之后, 皇上更不待见她了, 不过她也不在意, 依旧如透明人一般, 我和贤妃在打叶子牌时, 大太监匆匆来报, 皇上驾崩, 死在了美人身上, 闻言贤妃看了看我, 故作伤心道, 自皇后被废, 咱们的皇帝是没人管得了了, 如今这结果, 爱, 处理好皇帝的后事, 太子顺利登基, 而太子登基第一件事, 就是废除了教方司, 我心甚畏, 这个儿子没白养, 看着镜中的秀丽容颜, 我只觉得心累, 我才这么年轻, 就成了太后, 幸好, 我儿子是个好皇帝, 盛世气象, 海燕和清, 我每日除了和贤太妃打叶子牌, 也无慎消遣了, 实在无聊, 这日贤太妃神神秘秘地唤我过去, 我看着眼前站着一排俊美的小太监, 震惊极了, 你在哪儿搜罗来的? 这些小太监各个角色, 只可惜都是些没用的花瓶, 贤太妃责了一声, 你懂什么? 这女子义运, 小太监有小太监的好处啊。 她起身, 拍了拍手上的瓜子皮, 行了, 别在我这了, 赶紧走吧, 说着推过来两三四个俊美的小太监, 我只觉得有些脸红, 这成何体统, 贤太妃瞥了我一眼, 论大胆, 没人比得过你吧, 敢给先皇下药, 如今怎么, 还真想吃斋念佛了? 哎, 真是, 贤太妃盛情难却, 那我也不能不给面子啊, 于是我只能无奈地 领着两三四个角色小太监 回了慈宁宫, 还是当太后好啊。 故事二, 公主何须如此折煞臣女, 这花瓶, 莫说是一个, 便是十个我将军福也赔得起, 只是我秦萨依敢作敢当, 旁人诬陷于我的。 即便是说破了天, 我也不认, 我不卑不亢, 挺直了腰板, 一字一句地为自己辩驳, 你, 对面的婉姨公主气节, 一时之间竟被我呛得说不出话来, 我偏头看向了身旁的段文渊, 她此刻正低垂着眼睫, 一言未发, 我自嘲一笑, 是了, 只有段文渊知道我实属清白, 可她明显不想烫这趟浑水。 片刻之前, 我正捏着段文渊的衣角讲悄悄话, 看她被我逗得耳根微红, 我不由得哈哈大笑。 突然, 不知从哪窜出一个小宫女, 撞到我身上, 还打碎了公主的珍藏玉湖春平, 紧接着公主便从天而降, 想要将我问罪。 我虽是匠门狐女, 但也不是蠢笨之辈, 公主恐怕是也有益于段文渊, 想故意在段文渊面前下我的脸面。 公主的计策实在不算高明, 这样稚嫩的嫁祸甚至让我觉得她有点可爱。 可段文渊的沉默属实让我难过, 我本以为在朝夕相处间, 我在她心里最不济也是个朋友。 现实却狠狠伤了我, 我立刻就有了退缩之意。 罢了,罢了, 捂不热的石头, 不捂就是了。 那天公主并未在为难我, 也许是变不过我, 她气冲冲地走了。 我回到将军府, 毫发未伤, 却突然感到满身的疲惫。 命人将我最宝贝的香龙取出来, 里面全是和段文渊有关的物件。 有些是我写给她的书信, 有些是我为她搜寻的古籍, 还有些是她为了和我互不象嵌, 给予的回礼。 我发了会呆, 然后对身边的人吩咐, 这些都处理了吧, 日后莫要让我再看见。 小姐, 一旁的丫鬟迟疑地开口, 这些您都不要了吗? 嗯, 日后也不必派人盯着段大人处了。 我缓缓开口, 像是给自己下了某种决定。 这时间好儿郎千千万, 本小姐拿得起也放得下, 又何苦在她身上钻牛脚尖。 话虽如此, 但我并未怪罪段文渊, 因为我早就知道她是这样的人。 段文渊出身寒门, 父母早亡, 背后全无本家支持, 适应停着自己一身真才实学, 才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金鸾殿上。 所以她谨慎异常, 稳扎稳打, 深安明哲保身和中庸之道, 只是, 我期待的是明目张胆的偏爱, 是不假思索的袒护。 我将这些事情都吩咐下去, 所幸长痛不如短痛, 少清, 耳边传来了一阵张扬的少年狼声音。 秦姐姐, 少年人未见, 而生仙道, 听说, 你不再喜欢那个姓段的小子了? 来人正是为国功夫的魏小柿子, 魏景成, 也是我幼时的玩伴。 我挑了挑眉, 你消息倒是灵通, 莫不是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 魏景成表情很生动, 故作委屈状, 怎么会? 接着酸溜溜地嘀咕道, 还不是因为之前你全部心神都在别处, 我来寻你都寻不见, 十次有八次吃壁门羹。 文言, 我有些尴尬, 之前我对段文渊确实有些疯狂, 忽略了以前的朋友。 我正了正心神, 对他说, 以后不会了, 你放心。 魏景成得到了我肯定的答复, 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迫不及待地对我说, 那好, 明日我在花响楼摆了宴席, 庆祝你脱离苦海, 你可一定要来。 我欣然应允, 目送着魏景成欢欢喜喜地离开。 我和魏景成青梅竹马, 我比他虚长两岁, 幼时的他几乎每次都被我按着打。 因为我是女孩, 他羞于向长辈告状, 所以一直恨我恨得牙痒痒,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对我的友情好像变了质。 而我也能零零星星察觉到 他对我未宣之余口的爱意。 我想, 或许魏小柿子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呢。 第二日, 我如约赶到花响楼, 魏景成叫来了他的狗友, 还有我的几位手帕娇。 此时, 我朝民风开放, 对男女大方并不严苛, 他们一群人坐在一起。 三言两语好不热闹, 我一看立刻来了兴致, 这才是我秦萨一 每天该过的日子。 各位客官, 您的菜上齐了, 请慢用。 小二上完菜后, 掀起雅间帘子的一脚, 慢悠悠地退了出去。 我鬼使神差地随小二 离开的方向望了去, 却恰好看到了 我不想再回忆的人。 是段文渊, 他也向我望来, 我们有一瞬间四目相对。 彼时的我正与 魏景成的好友推杯换展, 他们正一左一右 围着我表演学堂上的迥士, 逗得满座哄堂大笑。 段文渊看到我后, 本来镇定自若的脸, 立刻肉眼变得不太自然, 然后匆匆离开。 我心下正奇怪, 段文渊平日里 是不会踏足这种地方的, 今天怎么转性了? 直到我听到一阵 清脆的声音传来, 原来如此, 饶氏决心要放下段文渊了, 也不免气得牙痒痒。 敢挡我们小姐的路, 你的脑袋不想要了, 小丫鬟气冲冲地 对着对面大腹甜甜的男人说道, 哟, 你这丫头可真口出狂言, 我只是看这位小姐气质出尘, 想要结识一下罢了, 与毕便挡在这主仆二人面前, 可见十分不讲理。 我目睹了全过程, 心下不愤, 因为那个被刁难的女子正是公主。 我暗自呸了一声, 好你个段文渊。 来和公主优惠是吧, 从前对我邀约爱搭不理, 如今公主一叫便巴巴地赶来。 虽是生气, 但我绝不会放任公主 被一陌生男子欺负了去。 我叫上魏景成, 为公主解了围, 还调笑她是不是来会情郎, 竟连个护卫都不带。 原先刺头的公主却一言不发, 通红着眼眶盯着我, 她脸上的表情很别扭, 好像我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 但又不得不按下不发。 良久, 她吐出一句多谢,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另一边, 段文渊回到了住处, 回想起方才在花响楼 与我对视那一眼, 她不由地心跳加速。 段文渊低咳了一声, 掩饰自己的尴尬, 然后转头问小思, 今日的信件在哪里? 回段大人, 今日将军府没有信件送来。 没有, 段文渊很诧异, 因为从前我几乎天天都给她传信, 她早已成习惯。 是的, 而且原先一直在我们府外, 那两个将军府的小思, 似乎也不见了。 段文渊有些傻眼, 然而, 更让她傻眼的还在后头。 段文渊下早朝之后, 颇有些不自然, 因为这条街她已经从头走到尾, 还未见我的踪影。 以往这个时候, 我会早早在段文渊归家的必经之路上等待, 或是上前去挑逗一番, 或是陪她走一段路, 叽叽喳喳喳伴她一程。 今日她却迟迟不见那抹倩影, 未闻那个熟悉的嗓音。 段文渊觉得自己步子慢得像蚂蚁, 存意识想等我, 眼见着, 她已经左右迟出到自己家门口了, 但她又不好三过家门而不入。 在磨蹭了半个时辰后, 见我一直未来, 她终是别别扭扭地回了府。 兴许是府中有事, 脱不开身。 段文渊安慰着自己, 脑海中却控制不住地想起 那天我被两个男子环绕的场景, 心里空落落地, 自那日在花响楼匆促一瞥, 她已有多日未曾见我。 连笔下的墨水都成了一个黑疙瘩来, 也没察觉到, 她心思烦躁, 就连往日不敢懈怠的圣贤书 也读不进去。 所幸, 段文渊都放到了一边, 暗自私存, 多日未见秦姑娘了, 不若去看看她那边是不是生了何事。 而当段文渊真的寻到我时, 眼前一幕简直让她失去理智。 这几天, 魏景城一直缠着我带她去军营玩, 军营种地, 戒备森严, 闲杂人等, 无令不得入内。 即便是我跌跌在那里, 我岂能带她出入呢? 但耐不住为小柿子软磨硬泡, 我还是松了口, 答应带她在外围粗略看下。 魏景城激动到一蹦三尺高, 大喇喇给了我一个拥抱。 秦姐姐, 你且等着, 我这就回去换身齐妆。 你等我半个时辰, 不, 一刻钟, 我去去就回。 我含笑看着她, 宠溺地说好, 看着她一溜烟跑远。 不过, 还没等我眼底笑意彻底消散, 就看见了不远处的断文渊, 准确地说是面色铁青的断文渊。 她紧紧地攥着拳头, 骨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那双平日里深邃如潭的眼眸此刻, 却布满了血丝, 仿佛要喷出火来, 一步一步朝我逼近, 大力地捏着我的手腕。 她浑身紧绷, 嘴唇却颤抖着, 沙哑着声音对我说, 你同任何男子都能做到与我这般亲密吗? 断文渊在人前, 从来都是处遍不惊, 游刃有余, 一副泰山崩于前, 也面不改色的模样, 还从未见过她如此失态的一面。 于是, 我有片刻的愣神, 但随即又反应过来。 若是从前断文渊来寻我, 我恐怕会欣喜异常, 细细同她解释一番, 如今她算是个什么东西, 竟也敢来质寻老娘。 我毫不客气, 一把挥开她的手, 冷着声音开口, 亲密。 段大人这是在质问我吗? 我与谁作合? 同你有关系吗? 段大人既对本姑娘无意, 那从此以后也不必纠缠。 本姑娘也不是非你不可。 断文渊听完, 眼神中满是痛苦急切地抢白。 不, 不是的, 秦姑娘, 在下并非这个意思。 不过, 还没等到她话说完, 就被匆匆赶来的魏景成踢了一脚。 好你个断狗, 还来纠缠我秦姐姐干什么? 魏小柿子怒发冲冠, 脸憋得通红, 踢完段文渊一脚, 还不忘偷偷观察我的表情。 我内心并无太大波澜, 但我还是制止了魏景成, 上前一步拉住了魏小狮子的手。 阿成, 不用管他, 我们走。 地上的段文渊被我这个举动打击到了, 好像失去了信念感一般, 痴痴望着我。 临走前, 我对他说, 段大人, 从此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们两步向嵌, 互不相干。 魏景成见我走的决绝, 对段文渊不再有丝毫留念, 一路上兴奋异常, 更是毫不掩饰地冲我笑着, 惹得我一阵失笑。 而留在原地的段文渊, 形容狼狈, 心如刀脚。 他知道, 他骗不了自己了, 他真的动情了。 一阵柔风袭来, 桃花花瓣翩然而落, 不偏不已地坠在了他的身上, 他后知后觉地用指尖撵住一片花瓣, 不可避免地又追忆起了往昔。 也是这棵桃花树下, 那是我第一次跟段文渊吐露心意, 我一蹦一跳地来到段文渊身边, 牵住他的衣袖, 像献宝似的, 把掉落的桃花花瓣塞到他手里。 落花时节又逢君, 今天我将这花瓣赠予段郎, 期待与你相约桃花树下, 朝朝暮暮, 岁岁年年。 彼时的段文渊对我尚无半点疑你心思, 只觉得我尾时是大胆鲜活, 对于像我这样明媚又不安事事的世家小姐, 段文渊笃定了心思, 要与我拉开距离。 所以, 一开始, 他避我如洪水猛兽, 不敢沾染半分, 后来, 在前一幕话中, 他竟也渐渐习惯了我的存在。 段文渊仍旧对我不假辞色, 但已默许我对他的接近, 还有那些惊世骇俗的梦朗话。 他想, 或许在不知不觉之间, 我已成为他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不然, 为什么听我说完那些话, 他的心脏会如此顿痛呢? 段文渊府上的小厮觉得, 这几天的日子实在是太过压抑, 自那天郎君失魂落魄地回府, 便一发不可收拾。 原本, 那俊朗的面容如今也憔悴不堪, 整日如行尸走肉般垂头丧气。 小丝不忍, 向段文渊开口道, 郎君可是对秦姑娘还有情, 不若朝秦姑娘任个错在追求回来。 秦姑娘从前对郎君的好, 我们这些下人都看在眼里, 郎君您去哄上一哄, 说不定能令秦姑娘回心转意。 段文渊听完这话, 也是悔不当初, 他自以为对我无情, 可是身体的反应最骗不了人。 段文渊不得不承认, 在朝堂之上, 一向刚正不阿, 软硬不吃的他, 如今也有了软肋, 不过如今幡然醒悟, 应该也算不得晚。 想到这里, 他即刻命人将从前我赠予他的物件和书信取出, 看着这些堆成小山般的信件, 段文渊鼻子略有酸涩。 原先的他理所应当地受着这些, 却没想到竟独自让一女子默默承受了这么多, 也突然理解了, 我为何突然生气不再与他交好。 这一桩桩一件件, 全都是网人姑娘心上泼凉水。 思绪及此, 他立刻吩咐小思准备纸笔, 也要提笔写下对我的情谊。 这天, 卫景成约我前往京郊围场狩猎, 我与他策马崩腾, 开怀大笑, 着实过了一把好饮。 秦姐姐, 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后一定要多笑。 卫景成露出一排小虎牙, 毫不吝啬对我的夸赞, 显得特别真诚。 我对于这样的夸赞很受用, 爽朗一笑, 眉眼间全是自信与大气。 放心, 阿诚, 能让我哭的人, 现在还没降世呢。 尽兴之后, 卫景成送我回府。 我一看就认出, 在我们府前的那个 是段文渊的贴身小丝。 他此时正捏着一封信, 往护卫手里塞, 护卫正犹豫要不要 接过这封烫手的信件。 毕竟, 他家小姐从前痴迷 段文渊异常, 虽然前段时间 已吩咐过要划清界限, 但也难保小姐会一时心软。 我见了气不打一处来, 立刻出声喝止, 你从哪来回哪去, 日后莫要来叨扰我。 又转头吩咐护卫, 日后段大人的信件一概不收, 再来纠缠便把他们打了出去。 那小丝听完后, 脸色立刻发白, 估计是还想替段文渊解释几句, 但我根本不想听。 一旁的魏景成自告奋勇, 秦姐姐莫凡, 这不识眼色的小丝就交给我处理, 你尽管去忙。 我轻嗯了一声,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小丝受了魏景成好一顿招呼, 最终鼻青脸肿地回了段府, 听他说清了事情原委, 段文渊觉得一阵颓然, 只是吃了一次闭门羹, 他内心就如此难受, 那从前呢? 从前他对我不假辞色时, 冠冕堂皇婉拒时, 还有目不邪视时, 我心底该有多苦涩, 多难挨呢? 段文渊确确实实感同身受了, 同时又更加觉得自己以前的做法毫不留情, 内心对我的疼惜达到了顶峰。 郎君,别难过。 一旁的小丝, 呲牙咧嘴地说, 我听秦将军府上的护卫闲聊, 半月后好像是秦姑娘的生辰, 府上正准备给他办生辰礼呢。 生辰礼, 段文渊决心要用最大诚意 替我制备一份生辰礼物。 但真要开始行动, 他却大脑一片空白, 因为他发现, 他对我真的知之甚少, 根本不知我的喜好, 昔日里都是我围着他转, 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 如今身份对调, 段文渊连投其所好都无从下手。 他内心又是一阵内疚, 然后难难道, 绫罗绸缎, 珠宝玉石。 不, 我总觉得秦姑娘似乎并不会喜欢这些。 半月的时间一晃而过, 很快就到了我的生辰。 因为我爹爹战功赫赫, 平时威望颇高, 所以今天将军府上热闹非凡, 可以说是高朋满座。 秦姐姐, 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生辰礼。 魏景城面带笑意, 隔老远就开始冲我招手。 小马鞠, 我惊喜开口。 正是, 他骄傲地扬了扬下巴, 快来看你喜不喜欢。 魏景城牵来的这匹小马鞠, 毛发柔顺, 通体无杂色, 可见品种上成, 我爱不释手地摸了摸, 然后便命人迁到了后院好生照看。 宾客们都来得差不多了, 我与我爹爹正准备回府主持仪式, 不料竟看到了姗姗来迟的段文渊。 段大人竟有不请自来的喜好吗? 我忍不住开口讥讽他。 一二, 我爹爹拦住了我, 来者皆是客, 不得无礼。 段文渊行了个礼, 未曾与我起口舌之争, 然后将手中的小木盒交予了我, 秦姑娘生辰快乐, 愿你平安顺遂, 万事无忧。 她的眼睛饱含我看不懂的情意, 一双眸子如星光般闪闪发亮, 我本来是不想收的,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 再加上旁边还有我爹爹眼神示意我, 在场宾客众多, 也不好当众服了她的面子。 于是, 我伸手收下了这份礼物, 不嫌不但地倒了声谢。 不知不觉, 有时已过, 金屋西坠, 繁星点点月上苍穹, 晚间的时光悄然而至。 所有宾客都已离席, 我和娘正整理今日宾客们的贺礼。 这镯子真是好生别致。 娘突然赞叹出口, 我随着她的视线望去, 是一只掐丝银镯, 镯身上精心雕琢着繁复而精美的花纹。 美不胜收, 更暗藏玄机的是, 在其内侧不显眼之处, 有一个小巧的机关。 只要轻轻按下, 便能从镯内瞬间射出三枚细如牛毛, 闪烁着寒芒的银针。 依儿, 这镯子虽精巧技艺, 却难掩生疏, 怕是送礼物之人亲手打造。 这可是为家那个小郎君赠予你的。 娘亲一脸意味深长地打去我, 我内心有点别扭, 又有点古怪。 不,娘亲, 这是段文渊送来的。 我虽不想承认, 但这镯子却是送到我心坎上了, 在回想宴席上, 段文渊手上确实是有一些细小斑驳的伤口, 不过很快就被她掩住了。 娘亲有些惊讶, 那看来现在是君友情, 且无意了。 我突然有些烦躁, 朝娘亲撒娇道, 娘, 不许再提起她, 不许再打去我了。 爹爹与娘亲, 其实一直都知道我痴迷段文渊的事情, 但他们并未多做干涉。 别的世家贵族可能会不持我这种行迹。 但爹会说, 喜欢便大胆追求, 我女和错之友。 娘也会说, 依儿不必戒怀, 娘亲只希望你顺从自己的心意 去寻找余生相伴之人。 自那以后, 段文渊便频频对我示好, 就像我从前对她那样。 她也会给我写情诗, 我不收她便堵住我亲自念出来。 她还会制造偶遇, 我不理她便默默紧随其后。 她甚至还学会了下厨, 巴巴地凑到我丫鬟前, 问我喜欢什么口味。 只不过段文渊的几番嗜好, 太过笨拙和生硬, 连我从前的十分之一灵动都不曾有, 经常惹得旁人啼笑皆非。 这期间, 段文渊也没少被魏景城讥讽挖苦。 朝中也流言四起, 可他仍旧不为所动, 像是被定住了心神。 说实话, 看到段文渊这个样子, 说不动容是假的, 可我仍咽不下那口气, 也不想再重蹈覆辙。 我们之间谈不上亏欠, 也谈不上原谅。 直到有一天, 天子下令, 御邻君围住了我将军府, 府中乱作一团, 大批侍卫闯入, 翻箱倒柜开始搜家, 率先押走了我爹爹和娘亲。 当时我并不在府中, 家中老仆来给我报信,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小小姐, 不好了。 御邻君, 他们闯入府中, 带走了老爷和夫人。 我经坐起,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然后立刻求助魏景城, 让他回家请出魏国公, 我将军府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后来的事情, 就不得而知了, 我被赶来的御邻君一同缉拿, 我们全府上下接下了大狱。 罪名, 谋逆。 我爹一辈子忠心耿耿, 多少次险些战死沙场, 他怎么可能有谋逆之心, 定是有人诬告。 我不住地安慰爹娘, 我们一家人定会无虞, 但是看到他们被吞去一身华服, 爹坐在牢狱之中, 我还是忍不住落了泪。 可我不能慌, 盛心难测, 当务之急是摸清事情原委, 探一下陛下的口风。 为我们一家翻案, 随着知忧, 一生, 天牢门书的一下被打开。 昏暗的地牢里, 突然照射进来阳光, 我眼睛一通, 还有些不习惯, 所以我并未看清来人的脸庞。 我以为是阿诚前来探望, 带到来人站定, 惊呼出声, 公主, 您怎会来此? 公主并没有回答我的疑问, 自顾自地说, 我已吩咐下去了, 这里没有人会为难你们。 我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公主, 这是。 公主翘了翘嘴巴, 傲娇说道, 虽说你抢了我的如意郎君, 可上次你又在街边为我解围, 本公主之恩图报, 又岂是那种小肚鸡肠之人。 这句话信息量有点大, 我想也没想就辩驳道, 公主, 我什么时候抢你如意郎君了, 你上次不是还和她在花响楼相约吗? 公主闻言有些惊讶, 她竟没和你说吗? 接着又负气道, 上次我在花响楼与段大人表明心计, 被她一口回绝了, 我不甘心又追问你是否是她的心上人, 她竟没有否认。 你们既两情相悦, 本公主才不会去处这个眉头, 外面可不知有多少男子 抢着当本公主的驸马。 我有些愣神, 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事, 呆呆地没有回话。 公主见状更加起劲, 又开始念叨。 本公主见你实在可怜, 便在告诉你点其他的。 你们一家以谋逆之罪被押入天牢之后, 段文渊便在御书房外长跪不起了, 他据理力争说此案有冤情, 恳求父皇彻查, 惹得父皇勃然大怒, 下令将段文渊以同罪处置。 你们这对苦命鸳鸯, 应该很快就能相聚了。 怎么会? 我难难道, 段文渊你不是一向最是懂得如何明哲保身吗? 怎么做出如此大逆不到之事? 但公主确实没有骗我, 只过了半日, 我便听见有侍卫押借着段文渊入了狱。 段文渊一见到我, 便关切道, 秦姑娘,你可无事。 在这一刻, 什么时候爱恨情仇都被我抛去了一边? 我有些恨铁不成钢, 你平日里不是谨慎得很吗? 怎么偏到这时候脑袋发昏? 我秦家跟你有何干系, 要你跟着一起锒铛入狱? 段文渊文言也并未生气, 他好生好气地哄着我。 秦姑娘,不要生气, 在下指示, 只是想, 尽我所能护你周全。 如若不能, 那便与你同生死, 共进退。 谋逆是大罪, 圣上定不会寥寥草草定罪, 你放心, 此事或许还有一线转机。 断文渊眼神坚毅, 有几缕发丝垂下, 却不显凌乱, 腹中生变, 让我筋疲力尽。 此刻他说完这番话, 站在我面前, 就宛如神底, 浑身散发着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光芒。 我眼眶有些酸涩, 但又不想在他面前落泪, 就强迫自己揉了揉眼睛, 那只断文渊更加胆大, 一把上前牵住了我的手。 秦姑娘, 有些话已经断某心头盘旋千百遍, 如今世事无常, 我是一定要同你说的。 我抬头去望断文渊, 才发现他虽然是文人, 却并不瘦弱。 高大的身形完全笼罩住了我。 他的手微微颤抖, 轻颤的眼睫和滚动的喉结 暴露了他的不安, 眼中却饱含着情意, 断某从前做了很多错事, 也辜负了你。 如今早已是追悔莫及。 断某出身卑微, 又无甚长处, 唯有独善其身方能安稳度日。 直到遇见了你, 一开始在下并不想承认, 已对你情根深重。 时至今日, 也没有必要再自欺欺人。 断某自小未经男女之事, 并不懂得如何爱人, 只能模仿你从前对我的种种。 可我觉得仍不够, 经常觉得自己不能给你最好的而自贱行贿。 若有来生, 断某必定疼你, 吸你, 爱你, 从始而终。 哈哈哈哈, 好小子, 我们依依果然没看错人。 还没等我有反应, 旁边跌跌欣慰的目光, 就已经投射了过来。 断文渊似乎是太过专注, 并未发现我爹娘也在一侧, 自己的心头话被这么多人听了去, 她有些赫然, 但还是朝我爹娘规规矩矩行了个晚辈礼, 晚辈断文渊, 拜见伯父伯母。 我娘挥了挥手, 眼里也都是满意, 都已经到这田地了, 不必在乎这些虚理。 我咧嘴大笑, 一把抱住断文渊, 她被我的突然袭击吓了一跳, 耳根子灯石就红了。 我那股挑逗的劲又上来了, 凑劲在她耳边说道, 不用等到来生, 就这辈子吧。 啊, 断文渊有些茫然, 不知所以。 在旁人眼中, 我们一家人, 东窗事发事快, 但平息得也快, 江江只过了三日, 太子便亲临天牢, 迎接秦大将军, 及其家眷出狱。 满朝哗然, 太子殿下亲自为我们接风洗尘, 还准备了柚子水净身。 待到一番休整之后, 当夜, 我们便出现了御书房内, 断文渊从一出狱, 便开始云里雾里, 一脸震惊。 我望着他的样子, 频频失笑, 忍不住跟他摇耳朵, 一会见到皇上, 你就知道了。 原来, 圣上英明, 察觉到朝中有人欲行谋逆之事, 早早布下了天罗帝王, 谋逆之罪属实, 但并不是我爹爹, 而是魏国公。 魏国公为此一事, 处心积虑了数十年。 平日里, 他疏于朝政, 放任几个儿子做顽固子弟, 事实上, 一刻也没有停止 对那个位置的渴望。 于是, 圣上与我爹爹密谋, 命我爹爹抗下谋逆之罪, 从而诱出背后的毒舌。 果然, 我爹爹抚仪入狱, 魏国公那边便有了动作, 也不枉我临入狱前提示魏小柿子, 求助魏国公。 如今, 我爹爹在魏国公眼里 是送上门来的替罪羊, 他想把这些年的罪证 全扣到我爹爹头上去。 他的动作虽然隐蔽, 但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立刻被躲在暗处的侍卫 当场捉了个现行, 人证物证俱在。 成王败寇, 为国公大势已去。 而我爹爹助圣上拔掉毒瘤, 又立了大功一件, 所以将军府不仅毫发未伤, 还赢得了太子的青睐。 段文渊从旁听的目瞪口呆, 他入朝围观时间不长, 自然没料到还有这些弯弯绕绕, 也更不会想到此事还有如此戏剧化的转折。 不过他很快就抓住了重点, 悄悄地在我耳边问道, 所以, 你与魏嘉小柿子只是在须与伟一罢了。 我傲娇地哼了一声, 不耐其烦地为他解惑, 他太过心急了, 总是与我打听军营里的事情。 即便是贪玩, 也不该有这么大的好奇心, 久而久之, 必定有所怀疑。 段文渊听完有些欣喜, 看来原先是自己乱吃飞醋, 误会了我。 我存意又要逗逗他, 垂下眼眸故作可惜道, 或许他对我也是有几分真情的, 只是一招行差踏错, 酿成大祸。 段文渊听我为他惋惜, 立刻要辩驳几句, 不过还没等他开口, 圣上的画风就转到了他身上。 段爱卿, 可着实令朕吃了一惊啊。 平日里见你不显露山水, 关键时刻竟有如此傲骨, 险些让朕与秦将军的戏 没能演下去。 皇上恕罪。 段文渊立刻下跪称醉, 使微臣眼拙。 微臣, 只是, 只是。 段文渊咽了咽口水, 似是鼓起很大勇气, 一字一句地朝皇上说道, 微臣只是想保护心爱的女子。 哦, 皇上揶揄的目光落在了我们身上, 听到段文渊当众示爱, 我还有些羞难。 其实皇上并未动怒, 相反, 段文渊心思赤臣, 一片担心, 他十分欣赏。 若是这次段文渊同从前一样, 明哲保身, 三奸其口, 他才反而要思考, 日后是否要重用它。 当今圣上大喜得财兼备之人, 不然也不会钦点了段文渊为状元郎。 但皇上的声音喜怒不显, 段文渊担心皇上也会将我问罪, 于是又补充道, 回皇上。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还请皇上责罚微臣。 秦大将军和秦姑娘, 对于微臣的所作所为, 并不知情。 段文渊说得坦然, 入狱时, 他都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还有什么是他所恐惧的呢? 只是担心, 若他是最臣的身份, 可还能求取我。 我爹爹把段文渊的反应都看在眼里, 对他的满意更甚一层楼。 皇上也不遇再逗他, 直接开口道, 段爱卿, 可需我为你赐婚。 他被巨大的惊喜冲击, 一时之间静忘了回应, 张了张嘴, 却又迅速闭上, 反复几次, 似乎真的是高兴到了极点, 脑海中一片空白。 最后, 还是我爹从旁提醒到, 臭小子, 还不快谢恩。 他才恍然从梦中醒来, 偏头望向我, 嘴角高高扬起, 眼底清澈, 一双眸子却又闪闪发光。 我也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仿佛这一刻就是永远。 后继, 那天, 圣上不仅为我们赐了婚, 还封我为锦宣郡主, 准我以公主的遗仗出嫁。 大婚当天, 十里红妆, 圣上亲自为我们主婚, 珠门秀户, 张灯结彩, 婚礼盛宴空前, 轰动全城街巷。 我与段文渊的爱情故事, 也传遍大街小巷, 被百姓津津乐道, 尤其是那段共赴囚龙情难断, 更是我们情比金尖的铁证。 婚后, 我与段文渊恩爱一场, 因他家中人口简单, 我也并未操劳太多。 他并没有把我拘在他的后院之中, 仍旧支持我做我喜爱之事, 我依旧像婚前那般, 天真浪漫又贪玩。 段文渊也纵着我, 就连爹娘都觉得他对我太过宠爱, 骄养出来一身的脾气。 我时常会回将军府, 段文渊知晓, 我想家, 便陪着我在将军府小住。 后来, 渐渐发展成我在将军府的时日, 都比在段府的时日长上许多。 偶尔有许多同僚打趣, 段文渊是七管炎。 他也不恼, 笑咪咪回应, 你们不懂, 七管炎很幸福的。 然后快不回家, 搂着他的小妻子, 想其梅之乐。 翩翩君子, 再入我心。 昔日眷恋, 此刻重寻。 岁月长河, 情意温存。 誓言相伴, 爱满乾坤。